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在做老师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学生 他自己本身成绩很不错 然后自己也很努力 而作为学生来说呢 很多时候都是需要努力才可以出成绩的 这个时候我就会夸他 你真的很努力 这样的一种说法 其实就对于他的努力的过程的一种褒奖 也是对他结果的一种认可 我觉得是好话 因为可能这个人真的很努力 在可能工作很失落的时候 或是很沮丧的时候 鼓励他或者是激励他一下 就代表就是不要让他那么沮丧难过 就可能跟朋友讲比较多啊 就是安慰他 或者是他做某些事情 然后可能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的时候 会告诉他说你真的很努力 虽然没有成功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再去努力 然后去鼓励他这样子 我觉得是啊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能努力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天赋吧 比聪明还重要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就是一个特别懒的人嘛 每次下定决心要努力的时候 然后坚持不了多久就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努力去做的话 是一定会有一些结果的 不管是取得好的结果 还是最后没有取得好的结果 但是努力一定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好话 因为这个是反映了一个人生态度 并不是说看他的结果 我就是追女生方面的话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为了追到这个女生 从180斤减到125斤 一开始从180斤减到160 是为了把她追到 但是从160之后 就是为了我自己而减肥 并不是为了别人而活 努力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而是反映了一个自己的态度 所以努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 我也会继续坚持的 我看来她可能不算太好吧 有时候就是很嘲讽 就比如说这句话 就经常在老师嘴巴里说出来 听到的比较多 成绩稍微差一点 老师就会蛮嘲讽的 你已经蛮努力了 怎么怎么样 我虽然没有听到过 但是听到的同学 心里应该蛮难过的 所以我觉得她 不算一句好话 我觉得这有时候不是一句好话 对我来说 这句话是有一点点讽刺的 我觉得可能是在某一方面 还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种结果的时候 可能人家会跟你说这样一句话 你是因为哪一方面做得不够好 你所谓的努力 可能是你自己觉得很努力 但是别人觉得你在某些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缺陷 这个时候这句话我觉得 也是需要一个自我检讨的一句话 你努力和不努力 这个是取决于你自己想不想要做这件事 如果你非常想要做这件事的话 你一定会努力去做的 这个努力不是说做给别人看 自己心里面是知道的 我觉得可能从表达上来说的话 可能不算是一句好话 因为她夸你 如果仅限于努力层面的话 可能就是说你这个人 经过你的努力之后 你可能勉强达到了别人的预期 或者说离别人的预期还有一定的距离 并不是说你做得很优秀 比如说领导方 你做一件事情 大概完成了60%到75%的样子 但是没有达到她预期的80% 她可能会拍拍你的肩膀 跟你说你很努力 人毕竟是有差别的 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天才 爱因斯坦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 我们理解神面上的完美 总是有不称心无意的手 你也不可能所有事情 接近人家的预期达到100% 90%以上 所以说这个话 如果真的有人对你说 你真的很努力 我觉得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我觉得做多的应该是 别人对她应该是鼓励 而不是以这种 类似于粉丝一样的态度 并不是一种真正的鼓励 你可以夸纳的方式 其实有很多的